被害男子和朋友一起走出社區 突然一群人衝上前 持槍把他掳走 事發在上個月26號凌晨4點多 新北市盧州 發生持槍掳人事件 警方迅速巡線抓到人 一看到警察就想踩油門 加速逃跑 還好被攔下來 警方迅速壓制 5人從車上起出改造手槍子彈 還有毒品 這群人持槍掳走被害男子 理由是因為他原本說 要幫朋友償還三萬元的賭債 但事後不認賬 才會持槍埋伏掳人 警方巡線在短短兩個小時內 就依照車牌抓到六名嫌犯 也依妨害自由槍獲等等罪嫌送辦 現在不只三萬元逃不回來 還要面臨更重的刑責 華視新聞劉宜君 張正元新北市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